我们是从2024年5月28日 首次在奥运博物馆上架开售 刚开始上架的时候呢 我们每天的销售额大概在2000块钱左右 目前呢 就是说随着法国巴黎奥运会的临近呢 我们每天的销售额大概在11000左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产能不增加的话呢 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的3月份去了 所以为了在今年年底啊 把这些订单都赶出来啊 现在我们就心投了两条生产线 今年的这个厂值再增加个25%到30% 今年1到6月 宁波市对外出口体育用品及设备 37.74亿元 同比增长22.12% 另外我们也开通了奥运绿色通道 全力保障中国制造的体育用品 能够准时奔赴这场奥运盛宴 好 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